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我们现在这个资料表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算算看 总共产品 比如说记录笔数好了 总共有几笔资料 总共几笔资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不会想到什么 形成资料行了 因为这一笔记录一定就是1 这一笔记录就是1 我们了不起只想要知道什么 例如说 我们公司有几项产品 我现在拿到的记录内容总共几笔 我们就来算记录笔数好了 就是2008年到2010年3月31日 这个整个期间总共资料笔数有几笔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来算 像平均每个月会有几笔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总笔数 总笔数 怎么算这个总笔数呢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去 在这个地方 新增一个量值 新增这个量值 我们叫做记录总笔数 就是总共有几笔记录 总共几笔内容 就是记录总笔数 这我还是必须要讲一下 我们通常讲有几笔资料 很简单 前面只要加一个警字号就可以了 知道吗 这个警字号在我写论文的时候 其实都是这样子使用的 所以只要你放一个警字号 大家都懂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记录笔数 这个绝对是代表total的意思 那为什么用警字号 因为它跟钱无关 可是它又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值 比如说记录笔数 那前面我们都会习惯放一个警字号 就代表说这是一个量值 这个数字呢跟钱无关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算说记录总笔数 那我们应该各位可以知道的 就是使用什么C O U N T 开头的C O U N T 那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个 第一个计算资料行中的数字有几笔 如果你要用C O U N T 那只能算数量单价总价 好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那接下来这个计算资料行中值的个数 这是不是就都可以用了 不管什么数字文字 反正就是只要有值它就可以算 只要有值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那还有这一个呢 就是空白有几笔 这算那个空白笔数 例如说国文缺考几位 缺考你不能用零分来代替 缺考说明它可以补考 补考之后的分数 如果是考零分才可以填零分 可是缺考是不可以跟零分混在一起的 接下来还有什么 C O U N T 就是计算我整个资料表中的总列数 应该是用这个吧 会比较适合 所以我现在就用C O U N T R O W S 记住 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在表格里面 栏位名称 我们的方向一定是这样放 一定是直的 所以记录就变成一比一比的记录 所以我们就要用C O U N T 没有别种方法 当然你会希望转字的话 我们后面才会教你资料如何做转字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显示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你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一个AL 如果我们现在放AL 然后接下来 他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资料 例如说我是要去算销售有几笔吗 然后又刮符 现在是不是只对应到这一个 连ALL 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刮符 没有对应到 所以还要再加一个又刮符 然后Enter 但是我们现在算出来这个数值 我们去简单的画一个图 就是资料总比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就关掉了 好 这是总价总值是总销售是多少 那接下来呢 假设我今天我放一个叫做总比数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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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总共2448笔资料 可以哦 总共2448笔资料 所以这边请你先做 这边等于是说我用Tom Ross 但是呢 我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一个 所有的一个资料表 好 来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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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